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就是AI的将来是不是会颠覆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可能马上我们是一代人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机械重复性的一些训练 让我们比如说在算19乘以19到底是多少要记住这一些概念 那么现在有了AI未来的很多职业也好很多的学科也好 实际上交个计算基础它非常容易就可以做 那对于我们现有的教育模式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未来大家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跟AI进行最有利的互补衔接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我觉得教育是这个样子 就首先重复式的机械性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即使没有AI你也不应该大量的去重复 嗯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可能附加值比较低 就你重复了这个你不会增长你的智力水平 你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目的是让这个学生以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来提升他的这个姿势水平 对吧 那那你就本质上就不应该做这些重新的东西 那么以后有了AI是不是说这个AI能够干的事情呢 你就不用学了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原因是呃你之所以学这些东西啊 还是之前的一个argument就是说你学习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你希望develop出一些比较高级的这个智能 你变成一个更加聪明的人 那如果你中间你发现AI能做的事情你都你都不做了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话 你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一步从小学生这个跳跃到这个能够解决这个未来的AI都没有办法写你的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你你换句话说这个技术学习里面有一个叫做curriculum learning 就这个怎么翻译啊 我点不大知道怎么翻译 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呃你要让这个智能体他学习起来比较容易最后得到这个效果比较好的话 你要给他树立一个叫做curriculum 就是你先从简单的开始学 然后你再从简单的再再比较稍微challenge一点 但这个不能太challenge 就是你要太challenge他也学不会对吧 你要create这样一个curriculum 那所以说就是这个教育里面这个curriculum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你没有这个curriculum 你不要说人类你让爱因斯坦他也这个这个 你让他这个五岁的时候就学一个这个广义相对论他也学不会 所以呃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这一点也非常有趣 这一点呢我就就批判一下我们这个国内教育啊 因为我在上大学我是在美国上的 然后我的同学是在中国上的 最开始第一次我们比较大家各自学的数学内容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紧张 因为我发现我学的内容比他们简单多了 我学的这一门课呢叫做微积分 那么微积分上面呢叫做十分析 美国大学往往这两门课是分开的 基本上来讲就是微积分教你一些计算 你先知道怎么用它 知道为什么要求导为什么要积分 然后到十分析的时候呢 再进行一些抽象化的处理 比如说不是在欧基里的空间上 那么呢这个continuity到底是什么含义等等等等等等 我在国内的同学啊在清华大学 他们就直接学了一本非常难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教材 结果就发现什么呢 完全从错谱的角度就开始讲分析 他们没有基本的一个微积分的一个概念 在学那个吧他们就根本就学不明白没有直觉 最最后就是一门课下来之后吧 哎考试是都考过了 但是你问一问什么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啊 完全说不过来记不住 所以呢可能也就像我们说的啊 不能说是吃了三个包子吃饱了 就说只有第三个包子有用 前两个包子白吃了 这一点啊咱们还是要搞清楚 最后一个问题啊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最哲学的一个问题 就是AI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到有创造力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那有关于这一点呢 有很多科幻小说都是关于AI获得了某一种创造力 这个话题如果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呢 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 首先创造力 我觉得创造力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有意思 就我的感觉从那个比较怎么说呢 从比较AI研究这个数学的角度来说啊 创造力其实是可能是呃 跟我之前说到那个一个概率分布有关的 就是说什么叫做创造力呢 就是说你把这个整个这个概率分布都给都给学到了 就比方说这个呃你要你要写一篇文章 你这个这个文章标题叫哎这个论这个民主政治 然后这个你这个什么叫学到这个整个distribution呢 就是说你把所有这个跟这个标题切合的这个文章的主体啊 你这个这个概率分布全都给有了 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0.1的概率是这篇文章 0.2的概率是那篇文章 那那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你最终的这个创造力就变成 你去从这个分布里面啊 你去随机的取一个样本出来 这个样本跟你随机取一次 然后取第二次这两次出现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是创造力对吧 嗯所以我的感觉是数学上来说是这个样子 然后嗯 然后要再再说的可能 当然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初级的创造力 有一些更加高级的创造力 就比方说这个我们人类 这个一开始你是没有这个数学的概念的 你想一下远古时代这些人在哪有这个数学啊 然后到某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这个可能17 18年 可能欧几里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古希腊这个比较开放嘛 大家这个有钱人就开始这个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就想哎这个这个我是不是要建立一套这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个世界 然后怎么就搞出了一个数学那这种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是呃这个是相当相当就是 highly non-triggered 创造力 那这种这种创造力首先首先怎么描述就是哪种东西创新出来叫做highly non-triggered 哪种东西不是highly non-triggered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就就就就值得研究 然后实在是呃如何要让这个AI系统有这种特别特别厉害的这个创造力 我这个问题确实呃怎么说呢 就就我也我也没办法给出一个特别好的回答啊呃 呃然后嗯但是呢你刚才说到的呃是这个AI意识对吧 就是所谓叫consciousness就这个也是我觉得我觉得哲学上一个呃非常难解释的这个到底意识是个什么东西 呃首先首先那个意识这个东西啊就目前那个嗯 neuron science 还有brain science 包括AI的人他们都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 因为有可能啊这个意识这个东西意识形成的原理和意识到底是什么 这个这个事情如果被这个物理学或者说一个计算机科学neuron science 中解释了的话 那那这个怎么说来对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思想有点颠覆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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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哎 大家原本都相信这个神神给了我们这个创造了人人有这个意识了 大家后来发现呃这个不就是这个一套这个物理模型可以解释的事情吗 所以那个呃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解释 但是呢那个呃计算机科学里面有一些解释也是呃之前有一个好像是图林讲得主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图林讲得主吗 他们那个提出了一个叫呃global workspace theory 叫做全局状态工作空间理论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他的他的大概的想法是这样子啊 他的意思是说就我们大脑是有几个不同的脑系组成的对吧 就有些脑就比如说呃负责了什么感知啊有些脑就负责这个逻辑啊有些脑就负责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大脑这各个脑区呢你其实也可以认为他们分别都是智能体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整个人体啊你不是一个就只有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个体而是一个一个分布式的系统 你的每一个组件他somehow都拥有一些智能 然后最终这些智能体他组合到一起 他是一个多智能体系统他在进行一种所谓叫cooperative equilibrium 就是纳实均衡里面一种合作性的均衡你最终大家合作起来并成了一个人然后让这个人这个拥有了一些能力 那么你这个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呢你之所以需要这个意识或者说你产生这个意识的原因就是因为假如说你没有意识的话你这个人是干不了太太聪明的事情了 你没有意识就是你这个人睡觉的状态那你这个人没有办法进行什么这个highly intelligent这个活动对吧 你只需要再跟他呼吸然后维护你的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你产生了意识 他就导致了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或者说他是让这个意识是使得这个不同的脑区 比如说感知的那个脑区他接受到了这些比如说视觉信号 然后其他的脑区负责这些推理的脑区他接受了这个视觉信号 然后他去做了一些决策然后他再把这个决策给下放给一些比如说执行的一些脑区 你这个比如说抬了个手啊这个呃那个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意识呢是把你所有这些脑区给整合起来让你这个他们能够一起运作的中间产生的一种 你说embodiment吧就就这个这个这个很难解释就就就这个所以呃就就这个东西就是就就 有学术界包括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包括迪普曼的创始人那个他之前大概好几个星期前 他也有一个公开采访就是呃有人问他这个意识是什么我们如何来理解意识 他也说哎我们可能要跟一些这种在哲学方面思考比较深的人讨论 然后还有像特斯拉的那个CTO Andrew Kapasi他是那个李飞飞的PSD学生 他之前那个也是上个月跟那个MIT的一个叫Lex的一个人这个接受一个采访一个三小时的采访那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面看一看 他们也谈到了意识就他们 这个说法呢都都差不多是这一套说法 并且我也觉得这套说法还挺make sense的所以就呃大家都在 这个想办法理解这个意识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这个离最终大家都大家这个comely accept OK这个是一个非常make sense的一个解释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认为这个应该不远了 可能就当我们最终发现大家已经实现了AGI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了这个意识它的这个运作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好谢谢马成同学 哎何明先生今天一直在专注的听讲还是不是拿出手机来记笔记 最后有你做一个总结性发言 今天你从马成这里学到了哪些知识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话题 你是故意的让我难堪但是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想法其实我老子一直在想就是说 马成同学如果未来有机会啊跟我们的网友我们的观众有一个直接的交谈的机会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等到他未来 真正创业了 成为企业家了我再来访问比较好 因为刚刚我听到了很多的网友提的问题在我看起来很多问题的我都没想到过 可见我们的网友还是蛮厉害的 是不是 马成你怎么样评价我们网友提的这些问题 哦 我觉得这些问题就就我也我也之前就没想到 我感觉还相当的insightful 就呃有很多问题我也确实就没有想到 然后我这个得这个好好思考一下才能够给出一个能够convince我自己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网友还是这个里面这个比较厉害的人 对对对对吧 这个还是要大家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智能体这个获得这个新的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呃互相之间的交流 就你得通过这个交流你就其实是把这个对方脑中的这些信息啊 这个他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生活的经历给给蒸留出来 distill出来的一些精华的东西相当于是被你给学到了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多从那些人脑子里面学一些这些东西 所以就交流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我们需要这些言论自由嘛 就你不能说哎这个大家这个你这个不要说那个不要说 那这样子就不大利于这个科学的发展 对刚才马上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多和别人教育学到他思想的精华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和微信人聊天啊 对因为我在35年还是40年已经 我是拍马屁你别认真咱们节目快到时间了 不是我马上讲一句我在三到 不止30年可能40年了 中国出了第1本杂志叫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正好在编辑这些事情的是我的朋友是个科学家 当时我们就开玩笑智能在哪里啊 只有人工 我们经过了40年 就是人工智能比我们想象的及时发展的滑满很多 很多的想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就有很多科学家提出来了 但是真正到了应用的时间 还是 非常的漫长 有些科学的想象 可能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空间之下 以你实现但是你真正推行到 现实中间有时候比想象的快有时候比想象的慢 好 那么谢一谢何彬先生给我们介绍他的老黄利啊原来呢何彬先生早早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了 更感谢的是马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华尔街电视最新推出的科学家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MIT信息与决策系统实验室的博士 沈马成同学如果您也想上节目分享您在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思考 也欢迎您按照我们节目内容下方简介 所留下的信箱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我们的编辑部会第一时间对您的想法进行评估 最后呢与您取得联系 我们也祝马成博士一路创业成功 未来创业成功到我们创业者栏目作客 企业成功到企业家栏目作客 谢谢马成谢谢你的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谢谢 拜拜